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文俊 我是魏儒 最近天气真的有点冷 寒流一直南下 其实在寒流南下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新闻 一直报道有的人因为低温而猝死 其实低温为什么会造成猝死 大部分就是因为低温造成血管的收缩 造成我们的脑中风 或者造成我们的心急梗塞 所以在这个冬天 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 怎样保养我们的血管 另外保暖其实有诀窍的 今天这一集要教你怎样正确的保暖 没错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长者 或是三高患者 或是本身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这个冬天一定要特别小心 听到这里有很多寿司会觉得说 我应该没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吧 因为胆固醇过高 感觉上都是胖子的专利 那可不一定 像是数十年来都保持纤细身材的和如云 他就说他最近发现 他的总胆固醇数值竟然高达301 而且低密度的胆固醇 从166涨到218 超标很多 医生告诉他说 你必须要吃药控制 而且就算是血脂下降来 你通通都不可以停药 他就是很抱怨 他就说我常常都饿得半 都没在吃了 对 胆固醇竟然还是控制不加 另外一位是艺人前小豪 他本身有高血压 也是有胆固醇过高的状况 他说他数十年来都是兴致缺缺的 而且他血压最高可以飙到160 他其实是有吃药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正常 而且医生也是交代他 一定要减肥 他曾经每天只吃一餐 曾经一度瘦到65公斤 但是目前就恢复到70公斤 之前请教一下林医师 第一个 何如云这种身材 为什么胆固醇还这么高 而且人家都常常问一句话 像高血压人会说 如果你血压很高 吃药可能要吃一辈子 是 胆固醇也是这样吗 我们已经正常了 我还是一直要吃吗 而且我们常常说 伤血管是血压 血脂到底对人体的伤害 是什么东西 对 高血脂 其实我们要先来了解 什么叫高血脂 高血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胆固醇 第二个就是三酸甘油脂 就讲血脂肪 对 那其实胆固醇对血管 是有直接的伤害 因为胆固醇它会造成 血管的慢性的发炎 因为我们的聚氏细胞 会把胆固醇吞噬之后 然后变成动脉周状硬化 那血管就开始慢慢硬化 整成斑块 所以为什么说胆固醇高的病人 将来他会可能有血管的疾病 或者血管的斑块 产生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其实为什么瘦子 有可能也会有高胆固醇 因为以往的观念 大家以为胖的人才有高胆固醇 其实不一定 其实胖子其实比较高的机会 有高胆固醇没有错 但是瘦子也有可能 那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先了解 胆固醇怎么来的 那其实有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 七成左右身体会自行制造胆固醇 因为胆固醇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它基本上是荷尔蒙的原料 那基本上它是受到所谓基因的调控 所以基本上我们身体会自行制造胆固醇 只有三成是从所谓饮食上摄取的 所以高胆固醇很多是业障就对 所以你也常常听到说 为什么有些瘦子 我也觉得说我的胆固醇为什么这么高 不吃也一直高 对 我就问他说 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高胆固醇 那回想起来好像有 遗传 可能就是有遗传 那吃鸭要吃一辈子吗 基本上如果是你的血脂非常非常的高 我胆固醇像是荷如云这样 它超过三百 基本上我在银床上看到 这种要靠饮食去控制 其实比较困难 对 可能要持续一直吃 那其实我会跟病人讲说 其实你一直吃的话 你把你的胆固醇降下来 将来减少一些血管硬化 或产生斑块的气味 所以基本上如果一直吃胆固醇的药 可以有效地控制胆固醇 在比较理想的范围之内的话 将来产生血管疾病就会比较低 那将来就比较不会有血管上的疾病发生 其实血脂最能产生全身的 肥胖 高血压 脂肪肝 糖尿病 冠西病 动脉硬化 像低密度胆固醇 大家都知道是坏的胆固醇 控制的目标 其实根据每个人的生理官 会有点不大一样 还是要请教医师 到底要控制到多少 林医师你们在联酬上 应该有遇到一些 因为血脂不好控制 造成血管阻塞 需要放支架的病人 对 基本上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 我自己本身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基本上胆固醇是 所谓无声的杀手 其实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病人 他是37岁左右 那时候他是一开始 在别的医师的门诊 就是控制胆固醇 因为他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因为一开始 胆固醇近高达430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高的胆固醇 大家都知道 总胆固醇 大概标准是200以下 他是430 那低密度脂蛋白 就是我们讲坏的胆固醇 他高达350 那以往我们都是希望 控制在130以下 对 所以其实这个病人 他其实超标非常多 那其实他看起来是瘦瘦的 对 其实他可能是家族性的 遗传 对 应该是 他最近跑步会痛 会胸痛 那时候就把他 另外一个医师 就把他做了检查 发现他有心肌的缺氧 所以他怀疑说 是有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转来到我的门诊 我把他看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 可能有血管的问题 把他做了一个心肚管的检查 那心肚管检查 一坐进去 哇 吓一跳 可以看到说血管 是有广泛性的狭窄 对啊 这一段 这一段 其实这是一个病人 那也是高血脂的病人 看一下这个叫做左前降之 就是我们心脏 从这边下去 里面最大的那一条血管 那我们看到 从头中段到末段的地方 全部都有狭窄 好几个 分段在狭窄 对 每段都是狭窄 这叫广泛性的狭窄 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导管一看进去 如果这种血管 只有两种病会看到 一个就是糖尿病 一个就是高血脂 那血脂它是整条 几乎都是狭窄 那其实这个 其实要治疗 是蠻复杂 蛮麻烦的 因为你看它 要通血管 是整条都要通 对 就等于就是整段都是用 你指甲要放几段 很长 全部都像钢铁人 那最麻烦是 这个病人只有37岁 他的胆固醇一直压不下来 最后就用打针的 再加饮食控制 就把它压下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 其实 他其实将来可能会很悲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胆固醇 就算把他压得很好 但是他的其他的血管 还是有病变 他可能很早就会中风 他可能很早就有 桌边血管来治病 其实我问他说 那你哥哥呢 你哥哥他说 我哥哥也是三十几岁就心肌梗塞 我爸爸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中风了 所以这个家族 他是有一个遗传 所以他就高胆固醇血症 造成了一个全身的广关性血管的病变 提早控制 没错 像瘦的人会有高胆固醇的困扰吗 那如果你是常常出国在外 然后又可以大吃大喝的人 会有胆固醇的困扰吗 这个呢 这个问我就对了 第一个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的胆固醇的检查出来 第一次看到也都是红色的 我的高胆固醇大概是从200到250之间 一直这样跑来跑去 然后再来一个呢 就是我的低胆固醇大概是100到160之间跑来跑去 可是那个颜色永远是 上面是高胆固醇 它也是红色的嘛 就会紧张 然后就问了一下医生 就刚刚医生讲的 我的家医就跟我讲说 你妈妈因为我妈妈也是一样 然后发现到说 他说这是家族的 他就告诉我说 你只要在250以下的话 其实都还算OK 有勉强可以接受 对 他说是这样 但是他就说 你还是平常你要保养 像我们每次去出外景的话 像我上个月去韩国 拍那个美食纪录片 那拍了十天 我胖了五公斤 那因为每天要吃 而且又在很冷的一个状况 你就一直吃一直吃 可是我后来想到就是说 像我自己来讲 这么多年 我们认识很多年 我大概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变过 基本上是因为 我出门在外的话 我大概前几天 我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时候 我可能会在家 稍微做一个清肠味的 一个动作 我可能就会减少吃 然后尽量就是喝豆浆 然后再来 我在出国 我会带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很好玩 第一个 我每天早上 我一定要喝黑咖 黑咖 所以我会买 这种利挂的很方便 你家里面打开 每天泡一杯 泡一杯喝完了以后 再来我会泡东方美人茶 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外公 他是做东方美人茶 从小喝这个茶长大 而且客家人里面 这个茶 其实你到了晚上喝的话 你不会有那个 不会睡不着 对 所以它是一个 而且会觉得很舒服 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消化也会很好 但是有时候吃太多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就要靠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 大概几年前 我去了泰国以后 我发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 在旅游里面解决你 肠胃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这个叫做加州煤 它是一个加州煤国 然后它变成一个 那个煤果饮 然后那煤果饮 这个本身 它就会促进 我们的肠胃褥动 然后再来 这个是养乐多 养乐多它就是益生菌 就把它两个加起来 两个放在一起 两个加在一起 这样手摇影 你这样不会便秘 因为很多人出国 就会便秘啊 对 然后你隔天 我看最前你吃这个隔天 绝对清洁溜溜 对 所以我是靠这样子 然后所以人家会问我说 你出国一定要这样做 我说对 可是当他们看到我的 这几年下来的状况 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他们就说 这好像蛮简单 而且蛮好用的 可是我回来了以后 我是固定 每天晚上会慢走一个小时 所以这些秘诀交给大家 不过我们知道 那个胆固存分好的 然后坏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好的很高 那怎么增加好的胆固存 而且平常这些饮食 是有什么地雷 刚刚林医师有提到说 我们在胆固存偏高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比例的人 其实他是跟遗传有关 就根本不是他吃什么东西 而导致他的高胆固存 不过我们也不是说 如果所以你高胆固存 基本上你就马上要吃掉 就不用再努力了 所以其实我们 你会看到 我们还是看到你高胆固存 先饮食控制 对 还是要先饮食控制 不管你有没有吃药 其实饮食控制都还是必要的 那在饮食控制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会尽量 避开一些所谓高胆固存的饮食 那你尽量不要去挑战说 人家不是说吃蛋很好吗 我就应该没问题 我一天想要吃两颗蛋三颗蛋 吃五颗六颗 所以先确定一下 你的胆固存到底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 先不要把自己拿来当实验 这些高胆固存的饮食 你可以减法 不要去加法的挑战 假如你现在是高胆固存 你已经在吃两颗蛋了 你不要觉得说 我继续吃两颗蛋 应该没问题 你先把它剪下来试试看 我们的确在临床上 有一些个案 它的确是因为剪了这些东西 看得到它胆固存 真的是有改善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 几项食物先避开 第一个就是所谓像内脏类 内脏类 带壳的海鲜类 明显的肥肉跟蛋黄类 这些东西 四大类的东西 还是先尽量避开 来让你坏的胆固存 不要再因为你的 外来的原因而加重 那另外一个就是靠消耗了 那消耗要做什么事情 那就运动 那过去有一些研究发现说 很多人他去做了运动 可能其实他做了 中等强度的运动 没改善 还是没看到改善 他去快走 去慢跑 去做一些游泳 还是看起来没什么特别改善 那就有人去做了 另一类的研究发现说 好像似乎去增加核心运动 基本上是有帮忙的 那就可能会关系到 因为你在做这些 所谓的重训 或核心运动的过程 会增加你的肌肉量 那这时候其实在对于我们在 借由肌肉这件事情的增加 来当于好的胆固存的一个提升 其实都会有帮忙的 很多人其实搞不懂 这个好的胆固存 其实我们常常说 坏的胆固存器就像垃圾 好的胆固存就像垃圾车 所以基本上是要有垃圾车 把我们周边的坏的胆固存 带回去干脏再重新利用 所以我们要尽量 垃圾车稍微多一点点 是 没错 高鞋子这个问题 也不只是从体型判断 我们要从舌头 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 我们每天看病人的时候 一定要把舌头看出来 那一下子你会发现说 在我们的舌头一伸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的舌头 上面很多什么 红点点 大部分的火气 比较大的爱吃的 大概都红点点比较多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 舌尖 那在中医来讲 舌尖这里有淤点 甚至有像那个芝麻点的 这些东西 那基本上可能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 刚刚说的心血管 因为中间那一条 下来的话就比较偏向心血管 两边就是舌尖的两边 左边右边是我们的肺 所以大概在这里 那有的厉害 你会发现它有什么 芝麻点很厉害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第一个图 那第二个图就是 它有的是已经 这个泛滥成灾了 到我们的肝胆 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 你验出来 它可能这个部分都偏高 但是那些老人家 都不爱去验血 因为他们觉得 很怕面对现实 然后对 验出来反而是什么 心里有压力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看了以后 就要特别给它小心 尤其它的舌头是青色的 然后两边有那种 好像就是两段这样黑黑的 那这个通常也有脂肪肝 或者是三根油脂 胆固醇高 那最后一点就是 你把它的舌头 我们舌头把它 捲起来 捲起来 看那个舌下落脉的时候 你要发现 这个图上面 这个舌头 它有个舌系带 中间有一条 挺紧的舌系带 那有的舌系带 有的很厉害的时候 它会发现 那个上面的 瘀 弹湿 严重的时候 舌系带会变软软的 看不到道 然后旁边两团 黑黑的 那也是一种 瘀血的状态 静脉血的这个部分 淤质的特别厉害 有的甚至于 下面这个 舌系带就这样 领上来 所以这个部分 都会显示说 你的一个严重的程度 从它的构造 它的颜色 还有它下面的 囤积的脂肪的 一个代谢 那通常像这一类的病人 都会说 我那个 我有在吃那个 西药 不管是吃加一科的 或是心脏科的 那之后呢 他就说 你没有茶饮可以喝 我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 减个肥啊 这样子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也会用一点茶饮 来对症下药 然后配合 那所以我们用一些 这个补气的化淤茶 那今天那个补气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黄芹 那黄芹就觉得 这个黄芹其实它比较 就是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 那个垃圾的部分 就比较不容易被什么 代谢掉 所以我们要把垃圾车 给它做大一点 然后把气给它补上去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黄芹 那还有一些是在血管 像我们很爱吃 叫我们不要吃 像和鲁芹就觉得 我已经吃很少了 可是还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山楂 它其实蛮好用的 在这个研究里面 它发现我们的 痰固醇 血脂 都可以因为它 可以代谢的比较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 绝米子 虽然在我们吸收进去的 之前这一段 我们就让它什么 蠕动快一点 让它可以代谢出去 还有健脾去世的 我们的这个芙苓 还有血管里面 也要做一个清淡副作 我们用的单身 比起来喝起来还好 不会太难喝 但是还是要配合 整个医学 我们的理学检查来配合 这样会对症向来更好 其实冬天有个活动 大家都很爱 就是去泡汤 但是有人在泡汤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意外 所以等一下就教你 怎样在泡汤的时候 可以正确的泡汤 而且泡汤种类这么多 你知道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吗 我们广告之后 我来告诉你 冷冷的冬天 最好的休闲活动 就是泡汤 网友们就公认 泡汤是好处 就是可以疏解他们的疲劳 不过台湾除了有泡汤地点 除了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士凯你推荐我们 一生一定要去世界各地 泡汤的哪三个 这三个非常的梦幻 特别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们的蓝湖 哇 冰岛的 连名字都很美 不过这个冰岛很有趣 就是说它事实上 它跟那个温泉的界线之间 有一点点模糊 什么意思 因为它本身是海水 它下面是地热来的 对 所以但是它整个氛围很好 然后去泡以后 你也有那种舒缓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是海水 对 它是海水 会不会有鲨鱼啊 没有啊 鲨鱼会烫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蛮好玩的 隔壁这个叫匈牙利 这个匈牙利自己都厉害了 因为它是百年的 而且是全欧洲最大 重点是它是在城市 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 然后它盖得跟皇宫一样 因为我们匈牙利 以前有奥匈帝国 所以它整个氛围非常好 然后你就看到 没事会有一些 他们周边的那种老人家 去那边泡一泡 然后下象棋 就直接有那个画面在那边 然后它就好几个瓷子在那边 然后呢 第三个 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它叫做三昭温泉 那三昭温泉 很多朋友们可能说 我对日本好像不是很熟 它在鸟曲这个地方 鸟曲 那前一阵子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 叫做那个阿布宽眼的 那个罗马浴场 它其实根据一部漫画改编 就是从这边的故事出来的 重点是 这个的这个温泉水 跟一般我们所知道 什么美人汤啊 什么流氓不太一样 它是全被日本 这个医学中心里面 确认为说 它里面有一个雷的元素 全世界排名第一 放射线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它那边有很多的 日本知名的医学中心 都去那边设研究中心 对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那边泡泡看 那至于我们台湾 其实也不错啦 因为台湾的这个泡汤 日本人也很爱来 对 他说虽然我们的井不见得 像日本一样 可是我们的泉水是很厉害的 那我自己呢 像第一个是龙山里 龙山里 它比较有趣的地方 它是全台湾里面 冷泉跟温泉合在一起 所以说你去泡它的话 对不对 它的那个汤屋里面 它就可以 这边这池子是冷泉 这边的池子是温泉 所以混在一起叫做温泉 冷家热变温 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不同池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第二个呢 是那个山岸行馆 因为山岸行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这个北投嘛 大家知道交通非常方便 泉子也好 重点是它那边人不会那么拥挤 然后它整个 因为很贵是不是 你懂 真的 价格叫一分钱一分钱 你要享受你要舒服 然后第三个 这个叫朝日温泉 这是好玩的一个温泉 因为它在我们的绿岛 那它最有名的地方 因为它就是海水温泉 它在海边 所以我们是一大早 什么骑摩车 骑到那边去看日出 所以你要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大家挤在一起 船者原文在那边拍网美照 这算起来算是 全世界四个比较特别的 海水的一个温泉 所以你看起来的话 这个上面的三个是 世界的它特殊的 下面是台湾 我们这个各有代表性的一个温泉 其实温泉 换句虽然都热热的 但是分类很多 对啊 光泉像是去阳明山跑的 大家都知道 就有那个硫磺 就很重嘛 就要问一下刘医师 到底温泉有哪些分类 对健康的功效有不一样吗 我们环游世界完之后 回来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其实 因为它本身 应该跟山脉的脉系有关系 所以在一开始 北投脉系那边 大部分就是跟硫磺泉 比较有关 如果是中央山脉 就会跟我们所谓的碳酸泉 比较有关 那中央山脉以外的这些山系 可能就包括一些 还是为碳酸泉为主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泥浆泉 这个就很有特色 在台南的关子岭的部分 那其实在碳酸泉跟泥浆泉 基本上来讲 大部分都是在跟皮肤的研究比较多 比如说它是在针对一些像美白 或者对你的皮肤的保养 去角质这些会有很大的效果 或者镇定 会让你的皮肤 比较不会那么的刺激感 敏感 那如果是北投犬 因为大家都习惯 闻起来的味道就是要一个 真的有蛋的味道 对有一个臭鸡蛋的味道 那种感觉 他觉得自己有要泡到温泉的感觉 因为它流的部分会很特别 就是像有一些人 他如果有一些黎菌感染 有些人反而泡这个会有帮忙 所以有的人会有一些图拳 就是去泡 然后去治疗他的香港脚 这个部分 可是因为它毕竟有瘤 所以它是算酸的 所以会比较刺激一点 虽然我们皮肤本身PH只算弱酸性 可是它酸度有时候比较高 再加上又热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有的人 比如说皮肤本身有异贵性皮肤炎 或者是你有小伤口的话 可能在泡这个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金山的部分 是有乳素拳 那乳素拳基本上 可能大家就比较陌生 可能比较不会去特别强调 那基本上 他主要还是说 跟我们在泡澡的过程 比较算中性全 就是跟我们一般泡澡的过程当中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让我们的心肺功能比较好 那讲了好处之后 当然要注意他的 要小心他的缺点 第一个是因为你在泡澡的过程 你血液循环会变好 所以如果你身体有伤口 不管你是在外界的伤口 内在的伤口 像胃溃疡 消化到的问题 对你可能就会更严重 那包括说像有的人 他血压还没控制得很好 或者你才刚中风完 心肌梗塞完 你不要想说 我这时候去泡泡澡 放松血管 对放松血管 血液会通差一点 搞不好会更好 不会哦 因为你在泡的时候 因为热的关系 你有时候血压一上升 反而有的人会倒在里面 那再加上像 假如说天气冷的时候 你要去泡澡 还是建议 慢慢的 让你身体去适应温度 不要一下就跳进去 这样可能反而 会不见得带来好处 还会带来坏处 对啊 虽然泡温泉在冬天 真的是很舒服 但是还是偶尔会听到 有人在泡温泉中出现一些意外 是 谢谢要请教林医师 在这么冷的冬天 我们想要泡温泉 要怎样才能安全的泡温泉 对 其实很多病人都会问医师说 我可不可以泡温泉 对 尤其是心脏病的患者 那其实 基本上 其实心脏病的患者 其实也是可以泡温泉的 并不是绝对不能泡温泉 当然我们到我们的 那个温泉区里面 看那个汤屋里面 都有一个警告牌子 就是说如果你是怀孕妇女 就是要特别要小心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紧急的 按钮或急救灵这样子 那其实跟大家讲说 其实泡温泉 有几个可能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这个温差对身体 会有一些冲击 那现在因为 我们现在都是裸糖 都会先冲着 其实还好 那其实我们会担心说 其实如果有一些 心脏疾病患者 或是高血压血管疾病的患者 突然泡温泉又泡冷泉 跳就是三温暖 放松一下收缩 对一下你的血管放松又收缩 那另外你在泡温泉当下 要让身体先慢慢适应 从脚慢慢开始到下身 到上腹部的地方 让身体可以适应之后 再慢慢泡到你的胸口 那泡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概我们抓十分钟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有心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的患者 一定要注意你在泡温泉当中 有没有任何不舒服 不要逞强 就是说你泡温觉得 有点胸闷 有点喘 那时候要赶快离开 那另外的话 我们建议不要泡太烫的 那大概最好的温度 大概三十八到四十度左右 有人会喜欢挑战比较高温 他就泡到四十二度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说 如果你在泡的时候 还是要避免温差的变化 有些像是我们去日本泡温泉 大家学会去北国 然后有户外的汤污 可是户外可能是零下 所以你的汤池 可能是三十几度 那这样温差一个变化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 那另外的有人喜欢挑冰水池 又到冷水池 这种伤温暖 那基本上对有一些 像是有心血管疾病 高风险的患水其实不太适合 那你也在泡温泉当中 因为你的血管扩张 扩张之后它会散热 然后会脱水 但你长时间泡温泉之后 你身体会有点脱水 这时候如果你要离开 这个温泉池的时候 喝水 对 要特别小心 因为突然站起来 有人就是头晕 然后就倒下去 因为我们也接过 这样的一个案例 所以泡完温泉的时候 让自己慢慢的起身之后 没有任何不舒服 然后你可能走到旁边去 旁边其实都有一些水 就是可以喝 你又可以补充一点水分 让你的血要稍微稳定 休息一下 舒服了 然后没有任何不舒服 才离开 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还是有一些心肌 可能在前面大家要注意 我要小心 泡温泉的时候 血液都跑到四周去了 心脏可能就会突然间缺血 这些有些征兆的时候 泡到一半有些征兆 要赶快去看医生 没错 我们在泡汤的时候 我们的手也不要咸 因为这时候按穴道 还可以帮助瘦身 吴迪师 都要把我的秘诀拿出 因为我常常喜欢泡温泉 或者在家里泡澡 那这个时候熟悉人 坐在那里不要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像没有什么事做 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瘦肚子的好时间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穴道 要先把握住 第一个穴道 我们叫天梳 那这个穴道 找了就以肚脐为中间点 然后向旁边 因为它是肚脐旁边 两寸的地方 那两寸就三个指头 在这里 那就是我们的天梳 然后在它旁边 在两寸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大痕 那你会发现 大痕当然很大 但是像横的发展 那所以 在这个两个穴道的时候 很简单 你就把我们的手指头 这个手指头的前面 按压好 刚刚的天梳大粉 按压好 那用一些方法 刚开始的时候 你按的时候要怎样 按下去 按 很用力 要酸 酸啊 很用力 你看我们这里 是不是比较胖一点 是不是 你这里比较有肉 要按到 刚吃回来 对对对 按到有点酸 这样子 按下去 一二三四五五五 就大概十秒 弹上来以后 就开始顺时钟 逆时钟 那还有一些 是什么 震战法 震战法 就像我们在 做针灸减肥的时候 是不是有用的 电针 它就是在增加 这个脂肪的代谢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为什么不 别的地方不针 会针在这个 刚刚说的天梳大痕 因为它是 天地的枢纽 天梳 然后旁边大痕 往旁边扩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每次都可以按压 那刚刚出了 震战法 还可以什么 揉烟 这些 所以当你在那边 做的啦 或者你 有时候 那个太累的时候 你就喜欢起来 差不多站一站 不要一直坐在那边 起来动一动 然后喝个水 再继续配合 你会发现 肚子怎么 越来越瘦 其实要让身体 热起来吃堆东西 也可以帮忙 主持人要教我们 一道增加血液循环的料理 天冷多吃花椒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赶快暖和起来 主持人用羊肉配 各式辣椒 来帮我们温暖身体 我今天要做这道 是东北菜 东北花椒酸白菜羊肉 其实我这一道菜 其实跟我们之前 来大连的厨师一起交流的 所以做得还不错 首先有在羊肉 所以算是国际交流的菜 确实 没有断交 还保持联系就对 首先我们在羊肉部分 你不能撒一点米酒 米酒把它撒一点进去之后 接下来把它放一点芝麻油 芝麻油 我以为你要倒这边 你是倒进去 对 放进去之后 让它稍微拌一下 让它在里面静置一下 让它完全吃到一点 芝麻油 你在羊肉里面 倒芝麻油的目的 是什么东西 让它润滑跟香味 让它比较豐富一点 而且羊酸味 比较不会那么的重 是喔 对 那第二个在锅子的部分 我们加一点燃油下去 可能有 对 加进去之后 我们接下来先放一点 花椒跟辣椒 花椒跟干辣椒的部分 这花椒厉害了 用拔开花椒 就是所谓的红 红色的花椒 跟绿色的青花椒 两种花椒放下去之后 下去它开始 才有点微微发泡 那接下来 一样是把这一个 辣椒的部分 干辣椒的部分放进去 这干辣椒在哪里 最常看得到 你知道吗 麻辣锅 还有就是那个 公保鸡丁 这种会很辣吗 还是还好 这会辣 会辣 那接下来 辣椒的部分 新鲜的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多的辣椒 又要这个又要这个 其实这样吃了才会 才会火辣辣的感觉 火辣辣的感觉 冬天这样生辣 身体会暖 好 接下来 红黄甜椒的部分 也是椒 也是椒 好多椒 装进去开始 在锅子里面 大火拌炒一下 在拌炒的同时 我们现在呢 那个辣味已经出来了 好香喔 抹出来了 厉害 酸白菜下去炒 酸白菜 酸白菜 所以我们酸菜白楼锅 酸白菜放下去 放下去 这个要酸香味 把它炒出来 炒出来是不是 对 吴医师你怎么看得到料理 今天师傅用的这个羊肉 这有诀问 在冬天的时候吃它 可以温补我们的心肾肺酱 所以基本上 它吃了以后 会让你整个很暖和 然后它又火上加油 加了辣椒 麻椒 青辣椒 一些辣椒都可以健脾去湿 因为湿泪会怎么样 就加上你的心脏的一个什么 心脏跳很快的 流汗的这样 所以也会让你整个什么 手脚会比较不会的逼 但是它也有去羊肉的腥味这样 那我个人今天也要带一下 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去湿茶 那这个去湿茶就是我们 也是跟雷师傅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用了三椒的去湿茶 那这个三椒哪 三椒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了这个 可以清上椒 中心来讲 它的湿气 它跟上椒 中椒 下椒 这个囤积了很多的湿气 没有通畅的话 就会让我们肥胖 或者是这个瘀在身上 所以我们第一个 上椒我们用的是杏仁 杏仁可以宣化我们的这个废气 那个气型则血型 然后气型的湿气 就会被我们代谢掉 然后我们的中椒 我们用了一个白蔻仁 那这个白蔻仁是方香的 就像雷师傅一样 它用的是比较辣 但是我用的是有较香味的 方香去湿的 用白蔻仁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去掉下椒的水分 我们用的是 大家常常吃这个什么 义乙人 就是义人 然后呢 再来我们还有一些刷路的 所以我们加了一些桂枝 桂枝可以进到我们的心 肺 还有肾 所以它对去湿的效果很好之外 它也有什么 就让我们的香味很好之外 还有增加我们的四肢的血液循环 然后再来加一个姜 可以健脾 然后养胃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以把这个茶 配合来喝 是 最好你又加了羊肉下去炒了是不是 对 羊肉下去炒 羊肉我们刚才也验制过 对 刚又一炒整个香味都完全出了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羊肉 炒得五颜六色 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漂亮 有辣椒 又有很多的红椒 我里面只有 对 我里面只有加一点点酱油 也有加点酱油 酱油 然后我刚刚有加点一点米酒 米酒把它加进去 它上去就给它做一个拌炒 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在拌炒的同时 整个这个让它开始收汁收干的 那种感觉 收干的感觉之后 我们准备将羊肉的部分 关起火源 另外我们在锅子这一端 我有把油菜的部分 拌一点点花椒粉跟盐巴 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 稍微去给它做一个加热的动作 这是已经熟的 对 把它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羊肉的部分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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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 把葱花的部分打上去 这道菜就完成了 我们知道在冬天帮你促进血液循环的料理 就完成了 试试这道 东北花椒酸白菜羊肉 富含蛋白质的羊肉 搭配上提升代谢的辣椒提味 香辣不鼻 胃口大开 帮你提升体内血液循环 其实冬天有时候天气很冷 大家除了穿厚厚的外套之外 很多人还会习惯使用暖暖包 但你知道吗 使用暖暖包只有诀窍的 要放对地方 到底要放在哪里呢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告诉你 冬天这个季节血压就很容易飙到 如果再加上你有很忙碌的话 血压的素食一定会变得非常惊人 像是美人姐 她最近可能因为选举的关系 真的是行程太满太拼命了 她到急诊箱去打了点滴 量出来的血压竟然高达234 123 连心率都降到只有65 好在她经过修养 现在已经慢慢恢复健康 连血压还有心跳素质 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我问一下林医师 为什么血压到230 还有120多 还没有中风 到底血压到哪里是零戒指 危险是一定要马上要处理的接近 对 其实临床上有一个血压 叫做二性高血压 是特别危险的 那临床上大概她的指定 大概是230 over 130左右 那最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 叫做器官受损 就是因为你血压太高 影响到器官的功能了 像是我们常见的 像是血管里面的一些问题 像是中风 腦部的 腦部的像是脑血管 像是会梗塞 或是脑出血 或者是眼睛的 眼底的一个 膳膜病变 脑血管的病变 或是视网膜的血管的病变 那甚至心脏里面的 像是血管疾病 像是心肌梗塞 或是大血管的疾病 像主动脉玻璃 或是肾脏的一个肾血管的病变 造成肌性的肾损伤 那其实如果二性高血压 产生了所谓的 就是我们讲的器官的受损 其实非常危险的 我们在短时间之内 应该要赶快把这个血压降下来 那我自己有一个案例 就是50多岁的一个男性 他来的时候 他就是觉得头会晕 他会有一点呼吸困难 有点凶悶的感觉 所以来到急诊时候 他跟美人姐一样 都是230 over 130左右 那时候当时急诊室 医师帮他做了一些心脏的检查 发现他心肌缺氧 那就收给我们的心脏梗 结果上去 我跟他问诊的时候 我发现不太对劲 为了 因为他讲话 快讲不出来了 他眼睛就是眼歪嘴斜 然后他的左手他不太能懂 我当下就觉得 是应该二性高要引起了中风 没错 后来他是去做核磁公司 才知道原来真的是 一个极性的脑中风 所以因为他的血压太高 而造成一个极性的脑中风 所以二性高血压 天万要注意 就是如果血压短期之内 如果特别高的时候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 还有你的肾 还有你的脑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是 因为天气越来越冷 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 一定会准备这个暖暖包 暖暖包放对位置 可以让我们立刻暖起来 对 所以我们全身上下 有一些特别的位置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脖子后面 脖子后面 脖子后面 我们睡枕头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风符 风的阵符 会跑出来 对不对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耳朵 后面这样摸下去的时候 会有两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风池 风池 所以一排 那所以在风 通常我们在这个风池 风浦的地方 也可以用上去 所以说用围巾 在冬天就很重要 所以暖暖包也可以包 那当然你要什么 不要直接接触 可能要用一个什么 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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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神缺 神缺 神缺 神缺就是我们的肚脂 肚脂炎 那肚脂炎是我们总体身体经脉的一个什么 肚脂炎 那就是 你出生的时候 这个肚脂炎 这里就有期待 对 所以这个干细胞 什么都在这里被发现的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也要戴好 那再来就是 寒冲足下身 当我们没有穿袜子的时候 你身上穿得再暖和 你就发现 它冷冷 怪怪的 这个时候 脚底 那脚底有个重要的穴道 叫 永泉穴 就是我们的脚 动一动的时候 在上三分之一 我们就上中下 上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动一动的时候 它有个人字缝 这个地方 给它弄上去 弄好以后 给它穿的什么 袜子 或者穿的 贴在袜子的外面 然后穿靴子 好暖和 其实寒冬的时候 大家都会穿很多衣服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 因为为了要保暖的关系 衣服都穿超多件 超厚的 好像一只熊 就想问一下林秋晨先生 在暖冬的时候 在寒冬这么寒冷的时候 要怎样才能穿得 轻薄又保暖 那讲到保暖的东西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非常推崇 推荐这件背心 因为这件背心 它的功能 我的感觉是 现在市场上 没有人能够出其左右 那一件抢的背心的话 穿起来如果不好看 不好用 我相信你也不会穿 对 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件 它整个剪裁 穿起来不会臃肿 不会胖 侧面来看也非常slim 非常一个顺贴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上面的花纹 一格一格 这个叫高周波的压印 为什么要用高周波 以前是用车的 用车格的会怎么样 会出容 然后起敌以后 容会上下跑动 高周波压完以后 它是完全不会移动 也不会出容 这个问题 那我们人最怕是头要冷 心脏要保冷 脚底要保冷 那头部的部分 我们一样有一个帽子 做到这么棒的一个帽子 把你整个包围起来 所以你保暖性绝对没问题 是 第二个就是它前面 左右各有一个口袋 它的口袋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很清楚看到 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 非常大口袋 为什么这么多口袋 因为这么多口袋 就让你能够出去旅游 出去郊游 还是去谈生意 还是去逛街 不用再带小包包 手机放这边 附到这边 前放里面都不会丢掉 这很重要 这么强的功能里面 当然有它的必备的材质在里面 它里面的材质 就是用了石墨烯加蚕丝 为什么两个加在一起 当然一加一要大一二 现在很流行叫什么 複合材质 我们知道清大研究 把蚕丝膜加到 所有的传导东西里面 它的传导能力会增加20倍 20倍 非常强 保暖能力绝对不用再说了 绝对是一般置物的 10倍到20倍之多 我们可以现场来做一下 小小简单的测试 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瓶冷霉罐 我直接在它重要部位来喷 我们测试一下 它外面的温度 跟里面打开 身体的温度的差别 好 来看一下 不要喷你心脏 我怕你受不了 来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 已经结霜了 已经结霜了 来 看一下温度 Low就是这样 已经爆表了 测不到数值 对 已经爆表了 太冰了 太冷了 你看零下39 39度 -39 外面零下39 温度如何 温度拍去看看 冷死 我们很冷的 去滑雪 看一下 来 身体是35度 刚刚是-37 要差了70度 你如果在一个寒冷 非常冷的地方 内外温差差72度 医生就知道 差72度 我们人类心脏就爆表了 所以不是中风 就是现场倒地 保冷效果这件 背心的我是100%的推荐它 是 因为有研究报告就说 气温每下降2.9度的话 脑中风的风险 会增加三成 其实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保温的材质 林先生会推荐我们怎么选择 是 所以 以我们现在 选择材质这么多的话 很难去挑哪一个特别好 但是以现在 所有的市场上 最夯的还是石墨烯 石墨烯 因为它传导最快 而且它是全世界上 最薄最轻 而且强度 韧度是最大 石墨这东西 从英国的 曼泽斯特大学 两个教授 获得诺贝尔奖以后 他把它提炼出来 把它拨到单层的传导 我们知道所有东西 如果上下传导就慢了 石墨它是单层平面的 六角平面 所以传导的速度 是一般的 所有材质里面最高的 所以你只要选对了 石墨烯的材质 加上现在有复合材质 有蚕湿的 包括这里面的话 那传导又快 加速度又20倍 那20倍我简单一下 就如果你台北到高雄 坐火车 80公里的话 要坐四个半钟台 那现在加上蚕湿磨的话 只要45分钟 这么快 是 斯坦你穿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舒服 会很臃腫的感觉吗 没看我一直在测试 因为最主要是 因为我每年冬天 我都会去滑雪 那你知道滑雪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 穿太多的东西 会很臃腫 像要拍漂亮 所以没看我刚刚一直在测试 我觉得它很薄 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它真的有点暖 因为我这件衣服 有点热了是不是 有点暖 穿上你大概不用五秒钟 你身体就感觉 对 对 五秒钟以内就是 对 而且我很喜欢 刚刚我拉到这边来 我觉得它那个防风的感觉 是 非常好 是蛮好 高龄的就对了 重点是这个 口袋 口袋 手机直接防风 是不是 像这一类型的保暖衣服 我最喜欢就是 它穿起来修身以外 它出门去或者运动 或者打高舞球 完全不影响你的打球的姿势 再来就是我们早上 如果给它放在床边 帮一些年纪大的长辈 当他起床的时候 先背了温叉的那一刹那 马上穿在身上 下床会安全很多 冬天保暖秘诀就那几个 穿厚厚的衣服 穿保暖的衣物 另外就是很多人 喜欢去泡温泉 还有很多人喜欢吃锅 但是吃锅 一定要吃得安全又健康 所以广告之后 我回来就教你做一道 让你吃的会全身暖乎乎 又健康的砂锅 冬天吃锅物如果加上一些辛香 可以让我们身体立刻暖和起来 主廚今天要做的是砂锅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 是2002年的国宴菜 可是哪个国家 沙尔瓦多 沙尔瓦多 现在是 断家 OK 我們这道菜是 芋头青鱼的砂锅粉 就是苍蝇把它改青鱼 稍微再换一下 那首先在鸡膏湯裡面 就是用了一些花椒 這是先炖好的鸡膏 先放芋頭 那芋頭很快炒過 先炒過 因為它要炒很久 炒到很快 現在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稍微炖煮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水粉 水粉 水粉跟炊粉不一樣 都一樣是米粉 但是炊粉是用蒸的 水粉是用煮的 所以這個是粗的 所以買的時候要買對 買水粉 水粉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在鍋子裡面 慢慢去給它做一個煨煮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開始要炒 其他的一些配菜的部分 我們大概放這樣佐亮就OK了 另外我們在鍋子的這一端 放點芝麻油 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先放薑末 薑末先把它放進去 薑末的話我們就用老薑 把它切得碎碎的 碎碎的把它放進去 對 薑手餐益是入鍋 對 把它放進去之後 在鍋子裡面稍微停留一下 接下來一樣花椒 花椒 青花椒跟紅花椒的部分 放到鍋子裡面 一樣就把它做一個拌炒 老薑跟花椒本身就很趣 是 接下來香菇 香菇放進去 一樣在鍋子裡面 然後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洋蔥的部分 洋蔥 洋蔥的部分放進去 對 把芝麻油跟薑的部分放進去 在拌炒的同時 其實味道香味不斷上來 聞這種薑的味道 身體就熱起來了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青魚的部分放進去 青魚這時候下 對 把它切大大塊的 不用用炸的 你要用炸的部分也OK 但是我們今天訴求健康就不用炸 下去在鍋子裡面 把它做一個拌炒 對 拌炒開始開有一點像中大火 讓它停留一下 不用理它 接下來我們再看鍋子的這一端 對 稍微給它開大火 這個要拌炒一下 這個要拌煮一下 好 拌煮到等一下 我們完全把它煮化開來 接下來我們要把紅蘿蔔的部分 紅蘿蔔 再把它雕一下花 雕一下放進去 對 增加價格 對 弄花了一點 對 好 我們現在 我有準備了一些娃娃菜 娃娃菜 原來要記得要泡一點水 泡過水 泡過水 把它抓上來 把它一開始這樣的方式 這放在這裡炒 對 我以為你是放到這邊煮 對啊 你要先炒一下比較有味道 對 先把它炒過 讓它軟化 然後香氣也比較能夠出來 把它拿起來之後 一樣讓它在鍋子裡面停留 這樣子翻過來 翻了 現在純粹進入炫雞部分 要再翻這個就對了 所以就必要了 本來是用筷子稍微拌一下就好了 對 現在看著翻一下 翻一下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 把蔥段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切得很大塊 對 蔥段的時候 要切大塊一點 接下來鹽巴 鹽巴調一下味 我問一下韋汝 鹽巴的部分 要加在米粉湯裡面 要加在炒 這邊兩個都加 沒有 就直接加裡面就好 為什麼 其實我們不要讓菜的味道 吃太鹹進去 讓它直接等一下喝到 湯的味道有點鹹 就OK了 其他菜的部分 我們就盡量讓它清爽一點 保持一點原味 好 接下來我們在炒的同時 火開大一樣的高湯 這邊也加一點高湯 對 加下去之後 讓它開始煮軟化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等一下 我們要準備 將這干貝的部分放進去 這干貝我們切開之後 會有一點干貝湯 這干貝湯也不要浪費 要倒進去 倒進去 對 倒進去以後 稍微給它拌一下 我們今天干貝也用滿多的 對 稍微 所以所有的料都要炒過 對 稍微給它炒過 炒過之後會比較香 口袋更深的話 裡面可以加點鮑魚片 加點鮑魚片 更棒 我們現在要開始搶搶滾了 滾了 滾了之後 我們把菜的部分 倒進去 倒進去 好滿喔 對 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整個我們這個份量 對 都有去把它拿捏得剛剛好 不會說讓它完全滿出來 對 那接下來 再加一下那個 對 接下來我們要 蒜頭酥 蒜頭酥 先撒在這個 撒在這個米粉的旁邊 對 好 接下來 最後 芹菜 芹菜的部分 芹菜花 放中間 放中間 OK 那我們在冬天上 你吃了暖乎乎 砂鍋粉就完成囉 冷冷的天來一鍋 推薦這道芋頭青魚砂鍋粉給你 豐富胡蘿蔔素的青蔥 加上調節治癒神經的花椒 一桶燉煮 讓你喝完立馬溫暖起來 不怕冷喔 雖然這個冬天有點冷喔 但其實講實在 台灣並不算太冷的地方 對 斯凱你去了很多非常非常寒冷的國家 是 你這看他的秘訣 除了大吃特殖之外 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一天到晚在外面 特別是雪地裡面 對 我發現人有三個地方很重要 第一個地方是額頭 就是很少人知道的 第二個是脖子 再來一個就是我們的腳 然後我小時候 我的爺爺就一直告訴我 如果腳冷是全身冷 對 所以你知道鞋子很重要 但是你看現在有很多的高科技產品 叫機能鞋 那種防水啦 保暖的 我覺得真的 如果你要去這些冷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雙冬天在穿 那第二件事情 這個就很方便了 剛剛說的我們的脖子 跟這個額頭對不對 像我這個 因為這個叫做頭巾 這是我跑步在用的一個頭巾 它很好用 它可以拉大然後縮小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 你看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脖子上面 你看 很顧你的額頭 真的 運動的感覺 滑雪的時候很有feel 然後把它拉下來的時候 變脖子的 就這樣 我跟你講那個風 它就不會過來 不會過來以後 你就不會冷了 所以非常方便 而且這一種 它有一些是這種材質的 然後這一種材質是比較厚的 下水就要這樣的一個材質在那邊 而且你會發現說 它的體積很小 所以你就放在包包裡面 期待方便 對 很好用 然後如果你要再做造型一點 可以買長一點的 它可以變成帽子 很酷的流行的一個帽子在那邊 所以我還蠻推薦 只要有這個單品 你的冬天你就會很方便 不怕 其實冬天大家真的要注意 保暖 寒害其實對身的傷害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沒錯 在冬天大家為了要取暖 很多人都會跑去泡溫泉 請記得這些的關鍵 第一個不要泡太久 泡太久真的對你身體不好 另外一個就是 起來的時候不要馬上站起來 不然你的血壓 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 另外就是泡的時候 一定要多喝點水 還有飯後不要馬上去泡 另外不要太勉強 一下就給我泡45度 50度的好不好 對身體傷害真的很大 另外就是很重要就是 揪團去 然後萬一有什麼意外 還好旁邊有人看著你 只是在冬天 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溫度的保持 另外就是你的血管 你平常的膽固成 有沒有在看呢 這些都是健康 你的這個冬天才會健康度過 我們健康和您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